com 戰略 我們今天繼續來跟同學們討論 市場與國家 那到底國家介入還是市場開放 那今天要跟同學們討論的是 就是臺灣跟對岸兩岸的ECFA 那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那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想ECFA大家都很熟悉 對不對 那大家也都知道 這從過去到現在 那都還有非常多的爭議 那ECFA在2010年簽訂了 但是還有很多的協議還沒簽 或者已經簽了 那有的也還沒有經過我們的國會 就是立法院通過 那所以這是走到一半的路 好 那我們來看看說 那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呢? 那事實上 那當我們談論到ECFA的時候 那同學們可能會來說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爭議 所以我們到底要簽呢?不要簽呢? 那或者簽了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呢? 那他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來跟同學們來討論一下 那所以今天不是要給各位一個答案 那而是要想給大家一個分析的架構 那這個架構是全球化的架構 好 那因為我們談到ECFA 我認為他不是只是兩岸的經濟合作的問題 好 那我們必須從一個比較寬廣的架構 來加以分析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架構 那ECFA 同學們知道這是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好 這只是個架構協議 好 那所以他必須透過兩岸的談判 來看說我們到底開放什麼? 怎麼開放? 好 那這個全球化的架構我們談過 這是指近30年來的全球化 那我們再看一下它有什麼特色呢? 而且開放市場的低落效果是什麼? 我們之前談過英國、紐西蘭、墨西哥的例子 好 我們來看看台灣 那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下的開放市場 對台灣的社會文化到底產生什麼樣子的一個影響呢? 而且非常重要的 台灣要怎麼樣互衛自己的社會文化 而不是只是任由他這樣子開放市場而已 好 那我認為ECFA 它是全球化開放市場的一個部分 那各國的經貿自由化跟開放市場 是一條不歸路 你不能說我開放了 我再把門關起來 那我不再讓它進口或者減少進口等等的 那它常常是一條不歸路 你開放了就是開放了 那因為這裡面很多的既得利益 那台灣在2002年加入WTO之後呢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開放市場的事 那但是兩岸開放市場它是比較特殊的 因為這裡面有包括國家安全的考量 而且中國大陸的幅員廣大 人口眾多相對而言台灣真的是小太多了 好 那所以任何陸資進入台灣 如果進行這種投機炒作 或者大量的農工產品來進入台灣來競爭 都對台灣的經濟社會有很多不良的一個影響的 好 那而且ECFA它牽涉這種經貿自由化跟開放 但這種市場開放我剛剛談過 它是不斷協商談判的過程 要看那兩岸要怎麼樣來協商談判 來開放什麼 那兩岸來互相開放我們的貨品市場 像農工業的產品 還有我們的投資市場 還有服務業的投資 譬如銀行或者旅行業等等的 還有勞動市場 好 ECFA對台灣的影響是全面性的 包括台灣的產業、台灣的社會文化 都有很大的一個影響的 那ECFA它不像FTA 我們說FTA是Free Trade Agreement 那通常FTA是一步到位 就是只要一千 它是好 我就是開放 以前都開放百分之百 現在開放很多 譬如有些國家會來協商 開放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八 所有的貨品 那都是零關稅的狀況 那當然像FTA 通常是來開放做貨品的一個開放 那或資本市場開放 但是在勞動市場的部分 那通常會有所謂的過渡條款 那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當年2004年 那歐盟動貨成25國 從15國到25國 然後這些動貨就是 主要是東歐國家 那當時的貨品是零關稅 但是勞動市場不是馬上全部的開放 那這25國之間呢 那當時有一個七年的過渡條款 只有兩個國家 對其他的24個國家是開放的 那當時北歐的芬蘭跟南歐的西班牙 所以你看到西班牙有很多來自於世界各國的勞工 那因為西班牙那在2004年的時候 就對其他的24個國家來開放勞動市場 但是其他國家這七年條款到現在已經過了 所以現在整個歐盟 現在歐盟有多少國家呢? 20比25多 26、27、28 28個國家 那但是現在誰想誰要退出 英國 對 好 那英國可能會經過談判的過程 可能超兩年左右他會來退出歐盟 那所以現在歐盟28個國家 或者排除英國27個國家 那他們之間的勞動力是什麼? 完全自由開放的 你要到別的國家去找工作都可以的 好 搭個火車很方便 那你就可以到整個歐盟內來做 來找你的工作 這勞動市場是完全開放的 好 那 我們來看看 這30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我們談過 好 那國家怎麼樣來做自由開放的政策呢? 好 國家解除管制 經濟自由化 那而且這是從雷根 美國前雷根總統 英國前首相蔡希爾夫人 他們所提倡的一個經濟自由化 跟全球化的政策 那他們來要求世界各國開放市場 而且在1995年世界各國WTO的一個架構之下 都來推展所謂的自由貿易 free market 好 然後跟市場的開放 那到底這個free market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後面會再跟同學們談到 這所謂的自由市場 但是自由的市場是不是對每個國家 對每個人都是一個所謂的公平市場呢? 一個fail trade 好 很多同學搖頭了 我們再來跟同學們討論 好 那臺灣呢 我們來看看從1980年代中期 也透過中美經貿諮商談判 是指中華民國 就是臺灣跟美國的一個中美經貿諮商談判 來做很多市場的開發 你們現在看到的開放的市場 包括蘋果、火雞肉、內臟雜碎、醃酒等等的 然後還有金融保險公司、內陸運輸 很多租車公司、保險公司 或者外商銀行的分行 還有速食店 譬如麥當勞 也是那個時候 1980年代中期才進入臺灣的 你會說大家從我張開眼睛 我就是看到了 我就是在麥當勞 那就看到麥當勞 你們很習慣那種麥當勞文化對不對 小時候你們的生日可能是什麼 必須要當麥當勞 然後戴個尖尖的帽子 然後跟你的很多小朋友 共度所謂的生日 那這是我們的速食店 還有Kentucky Fried Chicken 那都是在1980年代中期在進入臺灣的 那這真的是將近這30年來的事情 那還有當時也開放美國律師到臺灣的職業 但是必須是以事務所合夥人或者是助理的身分 你不能獨立單獨自己開業 那來談到ECFA 臺灣從2010年6月來簽署了ECFA 三個階段來開放 而且是降稅 那從2011、2012、2013 那現在都已經降低了關稅 那但是ECFA有非常多項的協議 那這裡面協議像貨貿、福貿 還有投資保障、爭端協議 還有很多的經濟合作 在包括產業、電子商務等等的 各方面的這種經濟合作 兩岸的經濟合作 然後2012、08已經簽署了投資保障協議 還有海關合作的協議 那也都已經生效 2013、6月完成了福貿的協議 但是還沒有在我們的立法院通過 所以並還沒有實施 而且這也是目前爭議非常大的 也有很多人民的抗爭 好 那我們來看看當時這個早收清單 尤其大陸對台灣開放 那大陸對台灣開放什麼呢? 包括我們的農產品 可以外銷到大陸 譬如這些柳橙、石斑魚、茶葉 還有這些各種的水果、蔬菜等等的 然後我們的工業產品 主要我們的機械、石化、紡織 還有就是服務業 那台灣的獨資銀行或者分行 也可以在大陸經營台灣企業 給你這些台灣到大陸去投資的企業 人民幣的業務 然後還有台灣政企交易所 也列入大陸境內的合格的 境內投資金融衍生金融商品的一個名單 那台灣的證券的從業人員 也可以在大陸的職業 那當時台灣的華南銀行等三家銀行 已經獲准來開辦這些台資企業的 人民幣的業務 那但是台灣的銀行登陸的限制非常多 因為你要到一省一省各自去申請 而不是我通過大陸的這種申請 我就可以直接到大陸的每個省 不是 你要一省一省去 可是大陸到台灣呢?很簡單 一次申請就可以在整個台灣 好 那台灣對大陸開放什麼 我想這也是大家很關心的 對不對 那台灣開放大陸的農產品 也是魚、蘭花、金針菇等等的茶葉 都可以到台灣來 然後工具產品、石化、機械、紡織、運輸工具等等的 那我們對大陸開放這些農工產品 事實上他會抽集到台灣數十年來的農業 跟我們的產業的發展的 那還有服務業 這是我想爭議滿多的 那中國的銀行 還有很多的這些金融我們開放 還有會議展覽 還有設計、視聽、娛樂、休閒等等 空運服務這些行業都可以到台灣來 那而且他事實上會夾帶大陸的白領跟專技人才來台灣的 因為他一定會帶來他們的專業 或者這些高階的人員 那大陸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都在台北已經設立分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已經簽訂的服務貿易協議 台灣當年在2013之前 我們剛剛提到已經有開放27箱 但是2013簽的服貿更是又增加、擴大 有37項 那這37項的內容包括電信服務 電信服務 然後營造業 那營造的服務 還有配銷這些產銷 然後環境服務、健康、社會服務 那還有觀光旅遊、娛樂、文化、運動服務、運輸服務、金融服務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服貌的要開放的內容 那我們來看看那這些 主要是服務業的哪些產業 一個是證券業 然後還有銀行業 還有保險業 那這些都可以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 那還有觀光旅遊 也可以設立旅行社 那還有醫院 那他是可以用核資的方式 以財團法人的形式 然後在台灣設立醫院 然後還有技術檢測 譬如您這些機車的檢測等等的 也可以是由大陸的產業 大陸的企業來進入台灣